网红晚安小姬跟阿闹 在柬埔寨直播造假的案件 西港初级法院在16号裁定 晚安小姬跟阿闹 因为触犯了煽动制造社会动乱罪 遭到判刑两年 友情徒刑 需要罚400万瑞尔 大约是新台币三万人之后 刑满之后再驱逐出境 好对此呢资深媒体人王瑞德说了 这两个人在当地监狱里头 是不是能熬过第一个礼拜 会是一个关键 而且呢也提到了 柬埔寨的前总理洪森 非常讨厌台湾 王瑞德怎么说呢 他说以前台湾有很多的企业家 都把筹码压在跟柬埔寨 前总理洪森对立的亲王身上 那后来呢亲王倒台流亡海外 洪森也因此呢记上了一笔 他把我们台湾办事书都关了 很多台上的土地也都查封了 他说呢这两年呢 洪森想尽办法 就是要把柬埔寨的经济给弄起来 结果台湾跟世界各国都说 他们是诈骗 他怕外商不敢来投资 所以就开始来改善治安 抓诈骗集团 但没想到现在又闹出这样的事情来 所以他说了 这个王小姬跟这个阿闹 两个人在当地监狱里头 是不是能熬过第一个礼拜 会是一个关键 同时呢我们也看到了 王小姬呢 王小姬跟这个阿闹呢 他们在这个被柬埔寨的警方所逮捕之后呢 就发现他们两个人呢 还是支撑晚安小姬和阿闹 那前体育主播蔡明里就说了 看到呢这两个人在当众下跪 一开始呢 还以为说在看到整人节目 而且呢在最后呢 这个阿闹自然自己还说 他要用自身的流量 最后几天 他们是要来拍摄柬埔寨的风光 要来这个好好的宣传柬埔寨 所以呢 这个蔡明里就认为说 还称说要用自身的流量 来帮柬埔寨宣传澄清 这是有没有道理 有没有头脑呢 看到这个记者会呢 在道歉 但是太荒谬了 满脑子他们想的都只有什么呢 就只有流量而已 真的不晓得自己已经要坐牢了吗 好我们来看到呢 其实呢 这个媒体人林玉峰 这个跑社会线的记者 他就说了 其实如果是超 判超过三年的刑期的话 其实是有空间谈司法引渡的 但是这一次呢 柬埔寨 他判处的是两年的有期突刑 意思是什么呢 意思就是说 这两个人就是关在这里的 跟你们台湾没有关系 没有什么空间来谈司法引渡的事件了 那另外呢 知名律师刘伟廷也认为说 哇看到这个柬埔寨 三天就判刑的国家 速度这么的快 你要是去这个国家 你要小心一点啊 以免呢 被栽赃犯罪的话 就关起来 就初步来了 那另外呢 我们看到 其实呢 在柬埔寨的监狱的环境 事实上呢 似乎也非常的差 因为呢 接下来这两个人 恐怕是要在蹲牢房两年的时间 其实在2017年时候呢 柬埔寨也有一个这个禁毒运动 当时逮捕了一万七千多人 导致呢 那个时候看到监狱是人满为患 而且呢 这个环境呢 非常的差 有一个在柬埔寨 曾经服刑的廖先生 网络上流传 这个廖先生呢 他有爆料 他说里头呢 缺乏空间 缺乏水 缺乏食物 还有疾病猖獗 因为他说他2020年呢 被送进了柬埔寨监狱的时候 每个人连一个大拇指 大的肉都吃不到 而且这里面的受刑人呢 百分之九十九 都是有皮肤病的 来对照一下 王瑞德所说的 两个人在当地的监狱 能不能熬过第一个礼拜 会是一个关键 好 王红 王安小姬呢 在柬埔寨开了直播 说他自己呢 在诈骗集团的这个园区 遭到了绑架 惊险地逃出来 结果惊动了当地警方来调查 结果后来证实 这个事件都是造假的 都是自导自演的 王安小姬呢 跟同伙呢 也因此被判刑两年 而台北市议员李柏伊就说了 其实王安小姬呢 在过去台湾 就已经有非常多次 造假的记录了 但是呢 都是判得不够重 所以呢 才会让他们嚣张的 一犯再犯 这网红呢 想要更多的流量 更多的人气 很正常 但是呢 非法的事情 就是不应该做 王安小姬在柬埔寨 很快他就已经判了 因为王安小姬 他碰到一个很致命的问题 他是牵扯到柬埔寨的军方 他做影片消失的时候 是穿军服的人冲出来 所以柬埔寨整个大怒 马上找马上办 证明的是自导自演 判两年罚了钱 大家要知道这个案子哦 如果是在台湾的话 大概什么情况知道吗 就是违反社委法而已 大概就这样 违反社委法 大概一颗罚金 几万块就结束了 台湾永远都是这样子 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情 你都是讲人道 忽略很多一些奇怪的理由 到最后 都是轻轻放掉了这些 不管是伤害国家 伤害人民的一些犯罪分子 就到最后 完全没有办法达到一些 喝止的作用 他越来越猖狂嘛 照这个网安小区 之前在台湾的黑历史真的很多耶 他随便查一下 之前他就说 到一个废弃大楼里面去烧金子啊 说有闹鬼啊 就被那个大楼住户控告啊 说这个违法侵犯 侵入那个民宅里面 已经被判了 后来他要到金门的医院去 说里面又有闹鬼啊 被金门县政府告啊 说叫你去澄清没有闹鬼 他不只是做一些耸动的事情 他去直接犯法的卖假包包 假衣服今天都判刑了 还有卖假的指南工的指南工的手链 甚至是他诈骗到 黄大仙 香港黄大仙的发财金啊 也都假的 通通都有 到最离谱是 最近大家还清楚有一个 他之前在彰化某一个地方 在直播的时候 碰到个流浪汉 那流浪汉拿刀追杀他 他在被追杀的过程当中 居然还能够自拍啊 然后还拿出工商服务时间 站住他的厂商东西拿出来 跟他说 我拿出来押金一下 一面被追杀 一面去工商服务他的业配案 那时候就已经被说 自导自演很严重了 就现在没想到升级了 升级到国外去做这个事情 你想红 想要增加流量 我都觉得很正常 非常的合理 但千万不要因为红 因为流量而做出非法的事情 因为到最后 倒霉的绝对是你自己 太阳新全校克废 一身俊火车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 睡眠品质 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新全校 克废尔一身俊 才让我认识到 克废尔一身俊 它是由多支菌种 和一身俊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 消化到机能肉厂运作 还拥有多种 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废尔一身俊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要使 对帮助睡眠 维持好情绪 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新全校 克废尔一身俊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废尔时刻美好 Foodsea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折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